好 現在是午餐時間 而港式飲茶在台灣一直很受歡迎 現在高雄的港點吃到飽餐廳 進群台北 打出了五百多元 就能任選百種的港式料理 而且還採用香港傳統的推車服務 吸引民眾來嘗鮮 湯包小籠包 餐車上的港點一推出來 就吸引民眾挑選自己想要的料理 不用再從菜單上翻點 就可以真的看到食物然後再撿東西 我就有點像電影的那個 那個港式的那個介紹方式這樣 因為這樣子就不用再特地的走出來 再去拿 在高雄創下年移業額十億元的大巴集團 紫餐廳炒房港式飲茶 以吃到飽的形式打出名號 現在也進軍台北 而且就選在小巨蛋周邊的百貨公司內 在百貨射點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 本身我們自己自來客就可以百分之六十 這個在南部再加了五十塊 晚餐加了八十塊 除了真龍點心推車現點現做的招牌 長粉師傅巧手製作 民眾也能欣賞料理過程 另一個辣炒螃蟹融入新馬風味 被韜客列為必點美食 最先進的太空爐來烤這個烤鴨 那現場片鴨的方式來提供給消費者 蜂巢滴出一滴一滴的蜂蜜 淋在歸零高尚 打出上百道菜色 每人三十元的茶水費 再加服務費 朝訪打出吃到飽 迎戰近年廣設分店的 香港米其林餐廳天好運 天好運雖然料理不多 但也不乏百元以下的單品 讓民眾嘗鮮 另一家金星集團24小時的全天候料理 在東區一禮不搖 正在南霸天的港式飲茶 來勢洶洶 也讓愛吃Buffet的民眾 多了另一項選擇 UdnTV王毅君佳妮台北報導